上方第一局的比赛现在开始 反手勾对角一个失误 看来比赛刚刚开始 林丹还要找找感觉 上来两分失误 判断准确 对球是落到了界外 对球是落到了 这个球呢看到是田后威的一个判断出现了一些失误 这小路在街内 好球 双方也是非常耐心的在拉掉 寻找机会 双方也是非常耐心的 林丹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应该说林丹和田后卫呢 也是非常的熟悉 两个人都是出自福建 田后卫呢应该说也是林丹的失地 林丹 加油 谢谢 好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得非常的耐心 但是这一分的最后头顶 批杀一个对角 球还是出了界外 这才打了十个球 林丹这边是换了个球拍 在最近的两年应该说 林丹和田后威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交锋的机会 比方说在去年的这个羽毛球压锦赛 当时决赛当中 林丹是直落两局 击败了田后威 另外在今年的这个全英的比赛当中 林丹同样也是击败田后威拿到了冠军 应该说田后威在最近的两年当中 他在单打上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就是去年的亚锦赛 还有今年的全英 但是这两战的比赛 都是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林丹 两场比赛田后威在林丹身上 一局都没有能够赢下来 反排的失误 投顶杀一个对角 林丹救起来 轻挑 在杀直线 好的 田后威这一球还是 这一分啊打得非常的耐心 不但在拉调当中啊 寻找这种突击的机会 漂亮 这球进攻抢得很坚决 头顶杀一个对角 林丹的强网 最后这一下这个运气啊 也是稍微差了一点 林丹加油 因为这个球我也看到挑的就不是很严谨 这个过往也相当高 所以林丹非常轻松的一个封网 林丹出现了一个失误 9比8 9比8 挑一个后场 接下来再跳起突击 但是可以看到林丹的防御啊 做得非常出色 林丹的防御啊 林丹 这也太差了 继继续 这接发球上面啊 有一个失误 二次 再调起来 头顶还是想突击一个对角 调位的失误还是比较多一些 原来11比9领先 好 继续比赛 继续关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明南现在在场上11比9领先 连续的给天后围的头顶 这时候再轻推一个往前 这一下围的一个轻调质量很高 非常贴网 谢谢大家 发一个后场 这个球差一点 十一平 再调起来 还是放给天后围的头顶 轻松往前 再轻调 双方这个多拍啊 比的就是耐心 最后还是天后围先失误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啊 天后围在这一分当中 他的这个移动的距离啊 一定是比林丹要多得多 那现在很少看到林丹在后场啊 这样跳起来中杀 但是他的这个防守确实是非常的严密 同时手上的这个感觉啊 这个控球啊 真的炉火春青 包括比赛的这些经验呢 刚刚经过一个多拍之后 他这个体能消耗 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可以看到换个球啊 然后这个示意裁判 手上有汗呢 去擦擦汗呢 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调整自己的呼吸 让自己的这个体能呢 得以恢复的一些办法 把比赛的这个分和分之间的时间拉长 所以现在看林丹的比赛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 值得这些一些年轻的运动员 或者甚至说包括我们一些 业余的羽毛球的爱好者 可以学习的一些细节 包括他在场上对于一些球的处理 哎呀 这个球 这球先生判定出戒了 再调起来 田后卫呢 应该说有一些球 感觉还是有点沉不住气啊 总是找不到太好的 这个去突击进攻的机会 但是如果不断的被林丹这样 来拉掉 自己的这个移动呢 会非常的辛苦 总是要在底线和往前 可以看到今天林丹 很多球啊都是给到田后卫的这个头顶 这球控的呢 这个非常到位 所以让田后卫呢 同样也是左手的直拍的运动员 这个球 攻起来就感觉到非常的别扭 14比13 但是现在林丹自己呢 是没有太好的这个后场的进攻了 这球应该算是田后卫自己的一个失误啊 这球的距离 这边触网了 天后会刚刚脚底一滑 好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确实场地上呢 刚刚应该是有一些汗水 导致天后会脚底打滑 15比14 双方的第一局 这个比分一直是咬得很紧 漂亮 这种机会 就是你的拉掉球 不到位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这种 头顶的进攻 原来杀了也是非常的 有方法 杀一个追身 我会防得非常不错 反击 能不能把握住 好球 这一分双方都打得非常高的质量 都在积极的寻求 在这种拉掉的过程当中 寻求进攻的机会 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确保一个回球的质量 继续比赛 连难事宜没有准备好 这一球重发 这球过往的质量也是一般 高度比较高 这男人刚才又是一个强 往推了一个中路 现在给到田后威头顶的球 非常的到位 田后威的进攻 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等待你的回球的质量下降 我再找反击的机会 好写是最终持 arm 18比15 连续的拉掉 勾一个对角 机会 漂亮 这个点抢得非常高 直接在中场抢一个高点 果断的下压 19比15 其实这一排呢 已经把这个田威威的脚步啊 打乱了 那只是说他下意识的回升 伸手一挡 把球又挡回去了 而且质量还不算太差 19比15 这一局来到后半段的时候 林丹明显的这个节奏啊 包括一些主动的竞工 我们像这样的机会 田威威你的揭发球 这一排质量不高 马上就被林丹给抓住 这些球林丹抓的这个质量 真的是非常漂亮 投一个后场 接下来投顶 估计直线 21比15 林丹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田威威确实是面对林丹 几乎是无懈可击的这个防御啊 第一局还没有找到一些太好的办法 反倒是被林丹的这种控球呢 调动的在底线和往前来回的奔波 打的是比较辛苦 如果田威威没有办法在节奏上啊 去突破林丹的话 去跟林丹比这样的这个 对球的线路落点的控制 他应该会打得非常的被动 他现在优势应该是在力量 速度和节奏 哎 像这样的机会抓不住啊 这个就脚步没有跟上 所以呢 机修点就已经比较低了 要的这个点 我们再来看 其实是差了半步的 如果能够再往前半步的话 非常好的机会 好的 对 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些 速度上的一个突然的加快 加速 这样才能突破林丹的这个防守 这球杀的 杀的一个追身 哇 林丹这球过来质量太高了 这个空的真是 哇 哎呦 这球最后 没打上 哇 田后卫这个是用自己的顽强啊 拼到了这一分 然后我们来看 逾越旧球 接下来这个回身的时候啊 林丹突然是给了一个直线 精彩的一分 那田后卫的这种顽强啊 真的是值得称赞 不过和林丹打比赛确实如此啊 不到球落地 都不能轻易的放弃 继续 3比2 出界了 但是田后卫这样打的话 对他这个体能啊 要求很高 也是要不断地去场边擦擦汗 嗯 这球运气啊 帮了林丹 再来看一下 从这个往上滚过来的 几乎是一个垂直的下落 天后卫也是没办法了 放八球 结完 四平 又一个运气球 这个主场优势啊 确实是连续的帮了林丹 这个场地的风向 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 可以看到第二局的比赛 换了场地之后 林丹几个这样的头顶球 都掉到界外了 这个力量的控制啊 要重新去调整一下 正手 劈掉一个对角 这个变化来的是很突然的 之前也有一些迷惑性的假动作 力量的控制 稍稍打了一点 好球 这是今天田后卫第一次啊 让林丹应该说 没有很好的 是有一点被动的 去把球啊 调起来 这样的田后卫的进攻的优势 就能够发挥出来 但是这样的球啊 今天林丹给到田后卫的机会 太少太少了 所以田后卫的进攻啊 应该 是不是有办法多去铺垫几盘 以林丹现在的能力 要是想在一个 并不是百分百的机会下 直接一拍 就能够把这一分 打死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 出界了 出界了 8比5 如果让林丹这个脚步啊 始终能够调整好 来回球的话 田后卫基本上是 找不到任何机会 所以如果田后卫本身 他不能够说 把林丹调动起来 或者让林丹在 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被迫地把球调起来的话 像这样的投领球 根本没有进攻机会 一旦你的回球不到位 林丹马上就发起突击 7比8 下一个角落在别的情况下 再一次 有地都要拉起 Ved 将杀伴起来的情况下 在外甲小小小的这两个 全球的肌滑 複Here 再调起来 哎 这下挡的力量太轻了 刚刚的比赛当中 也为大家介绍过 在去年的压锦赛 包括今年的全英当中 林丹和田厚威两次 在决赛当中相遇 田厚威在这两场决赛当中 都是连丢两局 输给林丹 看看今天的比赛 田厚威起码这一局 看能不能在林丹身上 拿到一局 好球 非常尖的一个落点 这个线路很尖 十比七 漂亮 在底线的位置 跳起之后 杀直线 八 第十 现在这时候 偷发一个后场 田厚威准备的还是很充分 但是接下来 这个往前的小球又出现了失误 我们看到林丹对于比赛的 这个节奏的一个 细微的一个变化和掌控 其实也是在 这个规则和猜判 允许的一个范围和框架之内 再轻缩 再轻缩 调起来 好球 这个球 献审是判了一个出界 相信如果有这个鹰眼的话 田厚威一定提出挑战了 这球还真的是很难说 我们看到 先生也是稍微犹豫了一下下 十平 林丹又把这个分数追上来了 这一下子的这个墙网 判断准确 提前呢 也是有这个向往前的移动 哭得很凶 十一比十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继续回来双方的比赛 好球 哦 这下的这个处理 非常的漂亮 推了一个直线 推到后场的一个空档 我们看到第二局比赛当中 林丹频繁的 在这个分与分之间 换一下球啊 包括这个擦擦汗啊 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呢 控制的对自己 非常的舒服 哇 再杀 好球啊 然后为防的非常顽强 林丹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懊恼 刚刚这一分应该说 自己是处在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形式当中啊 没有把握住 手腕上突然有个变化 出界了 出界了 十二平 看看这个分数啊 第二局的比赛一直是交替上升 我 你会为这个球 我会为这个球 一是非常的顽强,再一个反应真的是非常快,我们再来看 这旧球之后迅速的起身,还能做一个抽档的动作 可以看到这一局的比赛,田后维也真的是拼了 这球界内 所以这一局可以看到,比分到现在依然是在交替上升 好球 这个是今天为数不多,林丹的这一种拉掉,球不到位 出现这种情况,被田后维抓住机会 十四比十三,田后维领先一分 力量小了 嗯,林丹这边礼善往来,同样也是力量太轻 这也是对于这种往前的小球啊,要求太高 好的 这个对于林丹来说是一个不那么好的信号 揭发球,同样是没有过人 好球 田后维基本上是稍稍的后撤,就马上跳起可以杀球了 好球 那一种还在拯动 一种还在进内 好球 一种还在进内 然后非常的顽强 再调起来 这个球 先生应该判定的是出界 但是其实 看上去有机会是界内 我们来看看万众做的一个重放 哎呀 这球应该是界内 这球应该真的是界内 但是裁判判定是出界了 17比14 第二局现在林丹的形势 很不乐观 裁判这样判了也没法改了 这球应该是出界了 这球应该是出界了 机会 最后的这一拍 居然没有能够打成力量 这一分非常关键 我们再来看 连续的三拍的进攻 最后这一下位置太靠前了 仅仅是把球挡过去的 没有能够打成力量 15比17 有没有能够打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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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失误了 这边铁后背 一个发球的失误 第二局的比赛应该说还有很大的悬念 16 17比18 还差一分 漂亮 这个 头顶杀对角 好 将比分追平了 这种拉掉就稍微不到位 林丹丹就果断的来发起进攻 18比18 18比18 要为这边加速 轻挡 再调起来 再调起来 轻掉 林丹丹 机会 漂亮 我们看到林丹很多的这种进攻得分 他都是经过铺垫的 我们再来看 这一下这个防中是有攻的 他正手轻轻的勾了一个对角 田和威这个球 即便说能够把球呢 调起来 但是一呢 他自己的这个步法就乱了 另外呢 这个球也不到位 质量一般 19比18 林丹丹现在比分反超了 好的 跳起之后杀直线 也是拿到了 这一盘比赛的一个盘点 20比18 看来林丹在赛季之前 也是经过这个闭关的苦练 整个的这个身体和竞技状态 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 今天面对田和威也是目前 国家队的主力 世界排名第七 那我们看到今天林丹 还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19比20 平和威并没有轻易的放弃 戒内 哎呦 戒内 林丹这个球的这个判断啊 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 这样的话田和威又连追了两分 20平 这一局的比赛 哎 这边刚说完 林丹一个强蟒 再下一分 加油林丹 林丹 漂亮 最后是用一记干脆利落的进攻 林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22比20 再胜一局 这样的话 他是直落两局击败了田后威 也帮助 国家诺山银行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 拿回了一分 虽然这一分 并不能够改变 整场比赛的一个胜负的结果 但是林丹在奥运会之后 尤其经历了 场外的事件之后 这一次的付出 堪称是完美了 好了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今天 关于宇超联赛 这个赛季第一轮的两场的赛事的转播 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频道 其他的精彩节目 观众朋友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